准备起来这个集中型的检疫所 就是我们征用的一间旅馆 它有46个床位 另外我们不只说做这样的一个准备 我们已经也把仁爱之家 仁爱之家现在的那个 它的一个空间 我们也把它做了准备 它大概有三层楼 第二楼第三楼 它各有20间房间 每一间房间可以容纳两个人 那另外在一楼的部分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病房的一个通铺 那这部分我们已经准备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万一有这个机构 发生大规模群聚的话 我们就可以手上有这个资源 可以把它做这个安置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为了防备基隆市 长造安养机构爆发大规模群聚感染 机动市长林又昌在议会表示 已经开始准备仁爱之家 作为安置的主要场所之一 而议员们在咨询时 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在这几天议会中 针对仁爱之家的主管单位 社会处咨询 目前的仁爱之家的空间 还有它相关器材设施的 准备状况 那如果爆发大型的群聚的话 是否它可以提供的服务的量能是怎么样 那还有安置作业的规划 这个安置作业规划包含 如果有隔离的需求 是否可以达到一人一室 那照顾的协助要怎么样来分派 安置了相关交通的需求 然后跟就是紧急医疗的后送等等的 这个部分也请帮忙说明一下 那另外是说 目前在这个仁爱之家 作为机构大型群聚的备用 安置场所的规划里面 我们其实非常关心的是 社会处跟卫生局 我们是怎么样来分工跟合作的 我相信府内也还没讨论 但是我认为要及早 一种状况是什么 我们如果按照CDC的指引 非常清楚 如果有第一人发生 那我们就地安置 分仓分流 对不对 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模式的可能是说 如果让确诊者 不管他是轻症 或者是无症状的确诊者 他是留在机构内 但是健康无余的住民 是可以移动到仁爱之家 类似像这样 这种模式其实也不是不行考虑 那陈伟仲议员有提到说 照顾能力的补充 这的确是 这个老人养护机构 会碰到的问题 大家想看看 像去年的一家 那一家只要一匡列 他只要一匡列 匡列能很 匡列下去的话 那照顾能力就一定不足 所以说这个对所有 这个机构的经营业者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这不是基隆市特定的业者 也不是基隆市的业者 这个是全国的养护机构 都会碰到的问题 那 怎么办呢 我们去年的经验 我们去年的经验 就也是从这个 譬如说退休的医护 譬如说外线市的 外线市的 然后曾经职业过的 他们愿不愿意过来 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招募 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招募 那当然你可能要 你可能要付更高一点的 更高一点的这个酬劳 那其他县市 他们也是类似的做法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去年的时候 我们的业者 去年的业者 他所付出的酬劳 应该是全国最高的 很有诚意 大概是两倍到三倍的 那个日薪 另外一个陈维中议员提到说 隔离 是不是仁爱之家 可以做到一人一事 目前的话 仁爱之家是一层楼 一层楼每一间里面有两个人 两个人 那到底是 一人一事 还是两人一事 才符合防疫标准 这个话不是由我来讲 这个话由卫生单位来讲 我没有那个专业 我没有那个专业 那他如果说要三个人一事 或者是两个人一事 或一个人一事 我大概就照这个标准来办 而且有些东西不是操之在我们 它包括台电台水 他们那边的一个 配合的状况跟程度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就按部就班的来做 那王省知远刚好问到说 那如果真的按照这样的一个进度 来做开设的话 大概什么时候 有些东西不是操之在我们的 那我自己出估 两个礼拜内应该可以 两个礼拜内可以 当然也有人爱之家 所在安乐区的在地议员 担心另外的问题 为了整个防疫 你们做的这些规划 做的这些准备 我们尊重专业 也不宜去那个 只是说 要趁这个机会来提醒我们的处长 这个人爱之家 自从废除之后 一直荒废在那里 那现在你们说要整理 要付电要干嘛 老实讲 我的服务处就在他的对面而已 包括当地的里长 到目前为止都不知道 你人爱之家准备出这个东西 到时候你临时一使用的时候 旁边的住户一阵滑冷怎么办 由于质询和备询时间关系 议长蔡旺连最后才是 社会处长吴挺峰 私下再跟于三发议员 研讨要采用什么方式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